嗨,你好 下面我们一起学习数据类型,变量与长量 程序里面首先就要处理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都有数据类型 所谓的数据类型实际上是数据的存储方式 和运算方式的不同 也就是说我们程序把现实里面的各种数据抽象出来 然后给它规定存储方式和运算方式 这就是不同的类型 当然我们平时的整数、实数就是数据类型 那么加瓦当中数据类型分为两大类 这两大类是跟我们其他语言不一样的 这两类分得很清楚 一类是基本数据类型 就是primitive types 或者叫原始数据类型 第二类就是引用数据类型 reference types 那么简单的说 基本数据类型就是我们平时的整数、实数 以及字符、布尔辛 就是这个简单的并且我们很容易理解 另外一种就是引用数据类型 引用数据类型主要是我们平时说的类、对象 简单的说就是对象 还有我们后面要讲到的数据 就这两类数据类型 那么这两种数据类型分得那么清楚 它的差别在哪呢 对我们日常的使用来说差不多 但是它在内层里面的存储很不一样 就基本数据类型像我们的整数、实数 我们简单的说变量就存在在占里头 内层里头占 我这里呢画一个示意图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层空间呢 我们把它这个地方叫占 它就在占这里 我把它角度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有个实数 D等于3.14 就这样的 那我们就就存在这里 那么引用类型它是不一样的 引用类型的这个实体呢 它是存在在堆里头 而我们这里呢只是个引用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个personP等于newPerson 这个P这个变量 它指向的newPerson这个对象 这个是对象实体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P呢 它只是一个引用 引用在一定意义上 就是指针 那就是我们C语言的里面的指针 但是呢又在家里面呢 我们把它更抽象 更玻璃化 更抽象 就不把它叫做指针 因为这种指针呢 不是我们一般的随便能够指的 它只能指向所引用的特定类型的 比如说这个Person 只能引用到特定的这个Person那种对象 它不能乱指 所以这种呢我们称为引用 也就是说引用呢 在这里只是存的是一个引用 或者叫指针 那么实体的实体呢 它是放到堆内层里头的 在内层的别的地方 我们叫堆 比如说它的姓名呢 年龄了等等 所以它的存储方式呢 是很不一样的 也就在P这里呢 它只存了一个引用 那负值的时候 这两种也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Double第二等于D 那么第二等于呢 它就会把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呢 当然Double呢 是占八个字节 把这八个字节呢 完全的扶制到这儿来 它扶制的是值 然后另外一种呢 如果是引用类型 PersonP2等于P 它扶制的仅仅是一个引用 你看 所以它扶制的引用呢 也就是在一定上去扶制的是这个内层地址 那这个引用地址 那么引用呢 实际上它意味着呢 也把它引用到同样一个对象 所以它并没有把这个对象本身 再扶制一份 但是因为他们都引用到这个地方 所以它都能够去操作它 这是这两种数据类型的根本 在我们前期的使用 这两种差别呢 还看不出来 当然我们以后 时时刻刻要注意 那就一个是变量在站里头 在这个地方 而另外一个呢 是在那里 也就是它这只是一个引用 我把它叫做这么通俗化的说法 当然这些数据类型呢 有一些细节 它大部分呢 跟C和C++是很相似的 所以我们把一些细节呢 特别是我这里呢 强调的部分呢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首先呢 这基本类型呢 有四类 那就是整数 时数 逻辑和制服 然后呢 有整数和时数呢 又分了几个细节 比如说整数呢 有byte 一个字节 sort 两个字节 int 四个字节 lun 八个字节 所以这几种类型 所以这个lun呢 是八个字节 不像我们很多C++语言里面 lun也是四个字节 所以这个是分得很清楚的 我们先看几种类型 一个是逻辑类型 也就是布尔类型 也就是布尔类型 它是几件那个数学家布尔 而我们把它称为逻辑类型的布尔类型 简单的说 它只有初和force两个字 那么初和force呢 它是不可以临或者非临 我们在C语言呢 这个数字和布尔和逻辑呢 它是一样的 或者说非临几帧 在加乎原谅就不是这样的 所以布尔兴 那就是布尔兴 它不能够用零和一来表示 那么比如是像A等于5 那是我们在C语言里面 最容易错的 因为我们本身表示双等号 表示判断相等 但在这里呢 加乎里面是不允许的 为什么A等于5 它是个数字类型 它这个值啊 是一个5 那么数字呢 是不能直接用1辅 作为逻辑类型来用的 所以这就是逻辑类型 那么字符类型 字符类型也很特殊 它实际上呢 是用两个字节来表示一个字符 这个跟C语言也很不一样 在加乎里面 字符呢 是用unicode来变码 所以它是在两个字节 加乎当中的字符 采用unicode的变码 这样呢 我们就把各种语言 包括我们的汉字啊 英文啊 各种语言呢 它就可以统一的表示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 这也是跟它跨平台的特征呢 是相一致的 另外呢 它是两个字节 我们也可以用16进制来书写 那么这个字符呢 普通的我们就是一个单引号 一个字符 你也可以写成反歇杠u 然后后面呢 16进制的这个unicode表示 另外呢 还有转一符 比如说杠N表示换行 6line 其他的那种 除了这个杠又不一样 来了 其他的这些转移之后 比如单引号 双引号 反斜杠 回车 就是return 就是杠2 N的6line 就是换行 那么这些呢 都跟我们的 C语言 是一样的 那比如说 T 杠T呢 表示table 横向支表幅 等等 那整数类型呢 主要要注意的呢 就是他不同类型的长度呢 是规定好的 那比如说byte 一个字节 sort 两个字节 int呢 四个字节 lun呢 八个字节 这个这一点呢 是规定好的 也是保证 他的跨平台 那整数类型的书写呢 我们有几种写法 普通的实镜子写法 还有呢 八镜子以0开头的写法 比如说012 那就表示八镜子的012 也就是相当于十镜子里面的8加2 也就是十 十六镜子以0x开始的 还有呢 二镜子的写法 是加法7以上呢 就可以写成0b什么什么 十镜 二镜子的写法 加法语言的整形长量呢 是默认为 就是普通的长量 默认为整形 如果是你要表示长整形呢 可以加个l 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加法当中没有无符号数 因为他认为了 既然数呢 那当然就是有意义的 有符号的 那么无符号数呢 如果实在表示这个未运算里面的无符号数呢 加法里面 在一定上可以用n来处理四个字节的无符号数 处理int 也就是说我们C语言里面的uint呢 你可以用n来模拟它 或者说来处理它 那浮点数呢 分为两种 一个是float 一个是double 那么float和double呢 它们占的字节数呢 分别是四字节和八字节 那它的范围和精度 当然也有所差别 所以一个称为单精度 一个称为了双精度 那么伏点数的书写呢 除了普通的实进制写法以外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加法7以上的这个千分位呢 可以用一个下滑线来表示 比如说123 逗号456呢 这个逗号呢 可以写个下滑线 当然就不要这个下滑线 也是可以的 就是不要千分位 另外一个是科学技术法 也就是乘以10的多少次方 比如3.14 12 就是乘以10的二次方的意思 同样的 那么浮点类型呢 默认是double类型 如果你要表示float 那么后面要加个f 变量的生命和负质呢 这个跟c一样 我们是写一个类型 比如说布尔类型 这个类型 然后变量名 等于一个值 就是这生命 我们也可以呢 intx 这个x没有负质 然后y呢 负一个值 等等 其他的都类似 包括字符类型 等等 另外呢 所有的变量都要取名字 这个名字呢 就是标字符 这个标字符呢 它用字母数字下滑线 那么在加法里面呢 还多了一个美元符号 但是我们平时呢 手工呢 不要去用这个美元符号 一般是用呢 编译的时候呢 生成一些特殊的符号使用 并且取名字的时候 最好是跟它的意义相符 以增加可读性 还有一点呢 特别注意的 Java是大小写敏感的语言 也就是说 这个大小写是有关系的 那么按照惯例呢 这个类的名字 用大写字母 所谓的帕斯卡尔这种习惯 也就是手字母是大写的 那么其余的那些 是手字母是小写的 那就是所谓的 投封式的这个书写法 另外呢 一个少用下滑线 因为下滑线呢 它不太适合 我们Java的这个书写习惯 那我们平时呢 就是中间如果有个单词呢 字母呢 那个单词的手字母大写 所以这样呢 就不用下滑线 另外呢 变量和常量 谁定义 谁用 就是我们不要把所有的变量 写到最顶上 写到一个程序最顶上 这也不是 加万的书写习惯 我倒下来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